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 根據媒體先前的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宣佈了一個 局部的動員令徵召了數十萬人投入烏克蘭戰士, 已經有七十萬名俄羅斯人走了佬出國。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當然否認, 而根據路透社的報導,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表示 他手上無關於9月21日普京宣佈局部動員令到現在, 有幾多俄羅斯人離開國內的確切數字, 而媒體報導說可能有七十萬人逃離俄羅斯。 他被記者問到這個數據時, 他又說不應該將這些數字當真, 亦都說自己沒有確切數據。 這幾十萬的俄羅斯人大多數都是可以復兵役的年齡, 就已經逃離俄羅斯, 和他最想避免自己被人徵召去烏克蘭打仗。 和俄羅斯所接壤的哈薩克, 喬治亞和蒙古等等的國家, 都傳出了在普京, 落了這個命令, 動員令之後, 入境俄國的人數是急劇地增加的。 而俄羅斯的動員令已經成為了俄烏戰爭以來, 莫斯科當局最不受歡迎的行動。 其實平心而論, 如果你要敵我去打仗的話, 我應該都是會想辦法去出國避了你的。 因為無端端被人送上戰場, 其實做炮灰的機會率是非常之高的, 因為你不是做開這件事, 不是一個稱職的軍人來的嘛, 你拿著武器去到, 可能你都只不過是被人當你是一個前線卓仔, 去叫做探路或者做炮灰, 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始終之前都講過啦, 你只要是打仗的話, 有傷亡也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好了,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